我們為了我們的時間 為了我們的未來 我們不希望 更好危機產生 各位朋友 日本的科技可以嗎 美國的科技可以嗎 蘇聯的科技可以嗎 他們都一再的出現 核電產危機 那台灣的核隊長 可以嗎 這樣的分裝車可以嗎 各位 全民的世界告訴我們 我們不需要這樣的危機 在台灣產生 成為各位台北市的事物 今天 拜託大家 如果有時間 為了我們的子孫 為了我們的未來 請大家走出來 為我們的子孫 驚一步 驚一步 我們今天目標總統府 我們要跟總統府人們說 馬上請見核四 我們不要福島危機 我們不要三立島危機 我們不要車內保事件 各位 今天我們要表達的一件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你們問了孩子 問了我們的未來 我們要馬上請見核四角 各位 常常我們走在街頭的朋友 看到 某些人 從年輕走到壯年 現在已經慢慢步入老年 現在已經慢慢步入老年 我們有些朋友 小時候媽媽推著車子走出來 現在已經自己在街頭抗爭了 他們的目標其實很單純 就是為了我們子孫的未來 為了我們的將來 為了台灣的安全 這位朋友說 你說這個說辦法 其實我們講的很簡單 各位朋友 核島事件 大家知道嗎 我不是說我們要有核島事件 我接著不是這個意思 核島事件長感情多好 大家都聽著 他會把事件長感到嗎 但是他就在一旦 互習而靈靈的事件告訴我們